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英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64集 白溪寺 相克如潮 王建华拉着夏紫玉的手 生怕人流把他给挤散了 两个大学生来这种和封建迷信有关系的地方 不太合适 但安庆县本来就落后 县里连爹影院都没有 更没有京城小年轻们玩的溜冰城 想要文艺一点的谈恋爱去处 比如图书馆啥的也没有 夏老太说 白溪寺的香火特别灵 让夏紫玉替他烧住香 顺便带着王建华出来转一转 夏洪侠也想来 夏老太人老成精 哪会让夏洪侠妨碍夏紫玉二人增尽感情呢 王建华虽然在大河村当了几年知青 还真没来过白溪寺 到了这里发现有庙会 他还陪夏紫玉逛了逛 夏紫玉特别体贴 并不让王建华买这买那花钱 幸好庙会上的小东西便宜 一个棉花糖就能哄得夏紫玉喜笑颜开 王建华拉着夏紫玉走 说他们挺像新婚夫妻的 夏紫玉脸红红的 挣脱王建华的手往山坡上走 奶奶让我帮忙烧住香呢 王建华站在原地笑笑 抬脚追了上去 王建华向来不信这些 见夏紫玉真的烧香就等在私门口 夏紫玉出来时冲他笑 我知道你不信这些 但我是宁可信其有的 这是我们成长环境不同带来的差别 你不能因此不喜欢我 我尊重你们的习俗 其实我刚才除了替奶奶烧香 自己还烧了一炷香 求的是伯父他们快点平反 不要像现在这样受苦 王建华沉默 王家的事哪里是烧香拜佛能解决的 不过夏紫玉的心意他领了 和夏紫玉交往半年 他真的是个挑不出毛病的女朋友 王家没倒没钱 王建华可能还会挑三拣四 会选择更合他心意的对象 但王家这种情况 夏紫玉都没嫌弃他 哪有他挑剔的立场啊 在王建华心中 夏紫玉也就是原生家庭差了点 可他凭着自己的努力 也算跳出了农村环境 和王建华以前认识的那些城里女孩比 夏紫玉的自强不息和温柔大度 甚至比那些女孩更优秀 一股冲动在王建华胸腔处激荡 他差点脱口而出 等我们毕业就结婚 刚刚叫了一声 夏紫玉 视线里就闯进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小兰 天气冷 她穿着鸭绒服外套 蓬松的鸭绒服在她身上 一点也不显臃肿 反而显出了脖梗修长 先腰长腿的优势 长腿包裹在牛仔裤里 走动时轻松雀跃 小小的金脸蛋 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似颗神采飞扬 王建华却难以忘记 这双明眸对她的控诉 他知道夏小兰 不会和林顺的张二赖有什么 是张二赖一直在纠缠夏小兰 王建华甚至救过夏小兰 两人因此而有了来往 但那时候 他必须借题发挥 好让夏小兰对她死心 王建华能有啥办法 一夜情不自禁 醒来时 夏紫玉就躺在她身边 房间里酒气冲天 两个人都没穿A服 王建华必须对夏紫玉负责 更难堪的是 夏紫玉还是夏小兰的堂姐 她原本是和妹妹在偷偷交往 只等考上大学 在对外公布 哪知道公开的对象临时换成了姐姐 夏小兰当然承受不起这个打击 王建华无计可施 为了快刀斩乱麻 她才说了那些伤人的话 那一天后 她就和夏紫玉提前出发到学校报到 有半年的时间 没有再见过夏小兰 哪知 两人又在这种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久别重逢 半年没见 夏小兰 好像已经走出了当时歇斯底里的愤怒情绪 她身边跟着一个黑瘦的年轻人 看上去特别有精神 王建华心乱如麻 她脚步已经下意识踏出去 一只手却紧紧拉住她 夏紫玉面白如指 建华 我忽然有点不舒服 胸口闷得难受 我们到寺里歇一歇好不好 王建华此时都没有了思考能力 她没有发现夏紫玉画里的漏洞 既然胸口闷 为啥还要往寺庙里走 明明寺里的乡客更多呀 王建华被夏紫玉的声音给惊醒了 她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夏小兰 小兰看见我和紫玉 肯定还会闹起来吧 今天大过年的 又是在庙会上 王建华也不想被人指着鼻子 骂负心汗 走 我扶你进去 问寺里的师父要一碗水喝 紫玉应该没有看见小兰吧 现在不能下山 小兰正顺着台阶往白西四来 而她的个子比夏紫玉高不少 应该是只有她先看见了小兰的身影 王建华现在有些庆幸 夏紫玉不舒服的时机是那么巧 让她可以先冷静下 想想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才能把坏的影响力降到最低 夏紫玉低着头 她刚才要不是拉着王建华 这个男人只怕就要像魔争一样 走到夏小兰面前 冲过去想干啥 夏紫玉不仅认出了夏小兰 留分几个 她也是看得清楚 夏小兰旁边的黑皮肤的年轻人 她很眼生 看那人的眼神 就知道她喜欢着夏小兰 这并不奇怪 夏紫玉见惯了男人 看夏小兰时的眼神 夏小兰天生就长了一张 招男人喜欢的脸 这种长相完全是老天爷赏饭吃 夏紫玉一度心里很不平衡 她费尽心思才能得到的东西 夏小兰勾勾手指就有 不过 在她如愿考上大学 并且和王建华在一起 父母也开了小吃店 家里生活条件蒸蒸日上时 不平衡也渐渐扭转 可夏小兰没有如她所想 在糟糕的人生中泥足深陷 只要夏小兰想 就能轻松改变自己的生活 一个人努力一百分 也比不上一个人只努力六十分 就因为一张脸吗 夏小兰可以轻松获得异性的帮助 就是因为那张脸 不仅是王建华帮她补习过 在进入献衣中后 也有别的人在教夏小兰 让她那不爱学习的猪脑子 也能开窍 不 她只是不愿意承认 夏小兰原本就挺聪明 小学的时候 夏小兰成绩比她还好 不能让建华和夏小兰 近距离接触 夏小兰身边的黑皮肤年轻人 长得也没有建华高大英俊 夏小兰岂会不缠上来 夏紫玉和王建华 不愧是一对 两人各怀心思 却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哟 小兰 你渴不渴 夏小兰的眼睛 盯着前面若有所思 刘芬还以为她累了呢 不渴不渴 妈 烧完香 我们就要往回走了对吧 白溪寺前面的人 多得像挤在罐头里的沙丁鱼 夏小兰瞧见两个身影挺熟 有点像她那个优秀的 女大学生堂姐 夏紫玉和未来姐夫王建华 会是他们吗 夏小兰知道 她早晚要和这两人正面交锋 却没想到 这么早就重逢了 不过那两人见我 不应该是羞辱奚落一番才对吗 才有点落荒而逃的感觉呢 一定是她的错觉了 或许小情侣的视线里 只看得见彼此 根本没注意到她 不应该是一样的 别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